中華民國的總統府 在當年日據時代的時候 是台灣總督府 日本人在設計這個總督府的時候 其實裡面掺杂了許許多多的一些因素 什麼樣的因素在裡面 殖民心態 這可以算是神奇的密碼 為什麼呢 各位觀眾可以看到 一個日字型 之前有華哥也講過 它整個看起來是不是像一個太陽國字的日 好 這個建築物是在1919年新建的 當時是日據時代 它新建的時間長達7年 注意它的方位 這個地方是凱達格安大道 有沒有 凱達格安大道 它是坐西朝東 坐西朝東 跟一般我們中國還有華人世界 坐北朝南不一樣 我們都習慣坐北朝南 這個地方是東邊 對 它是朝東邊 我們說為什麼朝東邊呢 那立剛 太陽從哪裡升起來 從東方升起 對 我們都知道 看過武俠小說和武俠電影的人都知道 東方不敗之所以叫東方不敗 是因為日出東方 唯我不敗嘛 對不對 所以知道這個東西 它又有這個軍權的成分在內 加上面向東方 我們面向太陽旗升起來的地方 所以呢 基本上 東邊又代表什麼呢 東京就在台北市往東看 這是對這個皇帝天皇的一個重敬的一個形態 所以說這個有多重的含義 但是除了這個之外呢 大家可以注意到 因為它原來是日據時代的總督府嘛 兩邊 中間這個地方是那個總統府的那個 就是中間那個最大那根柱子 對不對 中央塔樓 旁邊這兩個像不像是軍服上的尖章 像不像 所以它其實很像是這個日本軍服的尖章跟這個金袋 加上說這個好像就一個軍人坐鎮在那邊 象徵什麼 象徵皇權 台灣就是我的 加上那個時候呢 整個台北市最高的就是他了 沒有什麼摩天大樓 那時候101還不知道在哪裡 對不對 所以說呢 你從台北任何一個角度 你都可以看到 總統 那個時候是總督府的英姿 這就是總統府的來源 是不是暗藏了一些密碼在裡面 對 但是接下來這個密碼 可能大家也會嚇一跳 為什麼呢 總統府外觀藏了一張臉在裡面 這張臉是誰呢 各位觀眾注意看這個 放大看 是不是很像一個日本的臉 他就是日本第一任總督 兒育元太郎 據說非常的像 所以說呢 他長得很像是這個日本日據時代的 這個第一任總督兒育元太郎 大家是認為說呢 有人認為 會有這個狀況出現呢 最主要呢 是為了震煞 為什麼是要為了震煞呢 因為我們都知道 軍人代表什麼 陽剛 極陽之氣 要來震住這些煞氣 你知道為什麼嗎 麥蒂岡 因為大家知道二次世界大戰 台北市也是轟炸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點 當時呢 總督府也常常被轟炸 所以說呢 在這個後期的時候 密集的轟炸 據說呢 有很多日本人 當時都駐守在這個地方 日本人大家都知道 軍人最崇尚的就是 武士道的精神 所以當時呢 這批軍人 駐守在這邊的軍人 看到大勢已去 我們終於輸定了對不對 集體在這邊殉國切腹 然後呢 他們的魂魄 據說就留在了 總統府的這邊 那加上說呢 當時 其實你知道密集的轟炸 又有一批人呢 據說呢當時活活的在地下室 被這些炸彈所引起的大火呢 給活活的燒死 換句話說呢 這個地方呢 總統府的地下室 從此之後呢 似乎就成為了一個 大家都覺得非常神秘 而不可說的一個地方 因為常常會出現一些 比較神秘的聲音嘛 據說呢 有人在那邊 在1946年的時候 總督府修好之後呢 還有人經過這個地下室 門口的時候 常常聽到一些哀嚎聲 那個時候聽起來非常恐怖 可是神奇的事來了 1949年的時候呢 蔣介石敗退到台灣 結果呢 大家知道嗎 蔣介石信的是什麼 信基督教 對 所以他呢 其實很多人跟他報告這個事的時候呢 蔣介石其實不相信 不相信都不相信 他不信邪 這個說來也覺得很奇怪 老蔣不信邪 所以呢 這些事情 他從來都沒有看過 這樣的事情發生 那再加上呢 可能啦 我們大家覺得 可能也許 老蔣的八字比較重 又或者是呢 這些日本人 可能比較怕他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大家知道嘛 是誰領導八年抗戰 領導這個中華民國獲得勝利 那麼也就是蔣介石總統嘛 對不對 雖然他撤退到了台灣來 但是呢 他這樣的一個 一股氣 可能日本人 基本上崇尚英雄 你又是打敗我們的人 他們可能就不敢再 多說一些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呢 事實上老蔣撤過來之後 好像 還沒有發生過什麼奇怪的事 不過呢 據說啦 在總統府裡面呢 地下室的這一個坑道 它是歸國防部在管的 那國防部呢 平常都會派憲兵駐守在門口 那這個地方呢 從此之後成為一個 比較神秘的禁地 為什麼呢 晚上的時候呢 大家好像 還是不太敢走近 因為呢 還是感覺到那一絲絲 武士道的精神 存在這邊 總統府 很神秘 總統府裡面 有一個神秘的墳場 沒有人感動它 廣告回來 告訴你